所以剛剛同學問的問題 那就是大概可以了解 有些同學問的就是 直接就是說是不是副程式裡面的副程式 基本上對 那它的主要的作用 就是透過後面這個參數的傳遞 去變更它裡面的資料 所以呢 它一定要被呼叫 呼叫的方法一定就是用call的關鍵字 有沒有call那一個 你如果call它的話 你變成你要傳什麼東西給它 傳兩個東西給它 因為它需要兩個東西 如果你call它 你一定要給它兩個 如果你沒有給它兩個東西 程式一執行就錯誤了 因為比如說你沒有傳業務跟第三欄 它一執行 差了兩個資料 它就會執行失敗 OK 所以特別注意 那其他的部分呢 基本上以後如果說程式 假如這個程式裡面需要修改的話 只要修改一個就完成 所以這地方的話 大概概念是這樣子 那也不用改太多地方 改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當然相對的就可以產生篩選產業別 那如果說還有的話 你可以呢 再來就是篩選產品 然後再篩選我們的客戶名稱 那你可以分別把這些全部都建好之後用call 那你會發現就可以直接把這個按鈕給做出來 那你以後要查什麼 就可以很快的幫我把需要的部分呢 全部都查完了 所以再來怎麼查那個客戶名稱 今天的話大概就是把那個從篩選業務 有沒有 這個來源是錄製喔 所以今天假設把你錄製的過程 然後有一些不順利的話 我是建議你回去多多練習 OK 再錄一遍 然後註解自己加一下 再來就三個房呆 然後再利用共用方法做出產業別跟其他的 OK 大概那其他的話 當然我們還有其他的變化 包含就是說呢 將來如果你要多重查詢 比如說你可能要查兩個業務員的話 關鍵在這裡 operator 冒號等於XLOR 有沒有 其實那這個怎麼來的 其實你也可以用錄製劇集 他也會產生用那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 查詢的篩選的時候呢 你可以利用什麼篩選裡面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錄下來 這邊的話有一個文字篩選等於 如果你選了或的話 然後你又多一個 這個兩個按確定 錄下來的話 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那你最後名稱可以變成XM的 比如說小咪M的小章 他會有一個 有沒有就這兩個啦 那他如果 未來其實你要篩什麼資料 如果老闆要跟你要資料 很簡單 以前可能要弄半天 現在不用啦 不過你也不能一下給太快 不然他會覺得 你好像這怎麼那麼快啊 以後他脫開 原來你打 那你這系統給我就好了嗎 你就不用了 對不對 所以 這東西 那 不過你要取捨 我發現有些同學 他藏得很好 不要讓老闆知道 你不然的話 怎麼做得很快 其實就一鍵完成 需要的報表了嘛 所以你可以把樞紐分析 圖表跟前面的資料 整個流程串在一起 也可以一鍵完成 甚至你可以存檔 直接寄給對方 可不可以啊 一鍵寄給他 你要什麼 一鍵就直接把結果寄給你就好了 那當然其實未來 這個大數據分析的能力很重要 因為很多東西 你要馬上知道答案 你才有做決策 尤其像Leader 你沒有辦法 你如果不知道 做大數據分析 你的資料 你不知道 很快的得到一個結果的話 那你決策 你怎麼知道這個 這個判斷是不是正確 所以要預測一下 到底哪一個決策 哪個產品 才是比較好的選項 再來的話 除了文字篩選之外 還有數字篩選 做法上面一不一樣 差不多 所以你可以錄字句集 藍數跟那個 那我這邊是錄什麼 介於 所以會多一個y 先大於 再小於 然後呢 他的比對方式是 Criteria 1 大於等於x 而且有沒有 上面那個是all 這邊是and ok 然後呢 小於等於y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名稱 變成是介於什麼到什麼資金總價 ok 然後另外還有也是房貸加一加 另外還有篩選日期 可不可以也可以 那日期 我在前一個就像你講過了 日期存在esail裡面就是一個數字 那比較會有問題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介於哪個日期也是大於等於跟小於等於 應該沒什麼差別 那可是比較有會有問題是新增工作表裡面 日期是一個斜線 那個斜線 在名稱裡面是不行的 不能用斜線 所以怎麼辦呢 我想了一個方法 把斜線 取代成底線 再把那個工作人員命名 所以這邊我用replace 如果有時間同學可以自己再try一下 所以基本上就是針對文字 數字日期 那就通通可以了 基本上以後你要查什麼 就可以很快查出來 不過還是 這因為後面沒辦法demo 所以回去的話 有時間請各位自己再練習一下 另外呢 在雲端上也有一個 呃 台北市的私下登錄 他這邊有一個練習檔 其實你把練習檔當下來對不對 今天錄製的其實不太需要修改 你就把 篩選業務貼上改一改 你要改的地方 其實查訊系統就建立了 那主要像那個台北市私下登錄這個範例裡面 比如說你想要查台北市哪一些地段 他賣多少錢 他有一些歷史資料 那你就可以建立一個查詢系統 可是這裡比較會有問題的應該是那個 就是你要做關鍵字查詢 這關鍵字查詢的話 我後面好像有提到有關那個 就是criteria後面 你就要寫成這個關鍵字的查詢 欄位名稱 後面其實這邊也有 不過 其實好像關鍵字查詢這邊好像有提到 在這裡 篩選 這裡比較上面的地方 如果你要做的是關鍵字查詢 記得 就是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是用什麼 這個雙引號等於star 這個star表示前面不管是什麼 and x and什麼呢 不管後面是什麼 一個星號 這樣的敘述 他就會變成所謂的關鍵字查詢 那關鍵查詢說 只要你輸入的 比如說因為我個地址 那我可能是輸入什麼博愛路 那就 可是問題 你不可能輸入完整地址 你可能只能輸入那個關鍵字的話 那特別注意 你就要改成像這樣的敘述 不然的話 剛剛我們是等於x 他就只是抓那個x 一模一樣 如果你要找中間 有那個關鍵字的話 你可能要改一下 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延伸性還蠻蠻大的 那今天大概 這些東西就足夠 各位要消化一陣子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記得 就是回去 還是要實作了 那請各位 就是剛剛有把那個共用方法 把它完成 其他像數字跟日期 回去有時間的話 就再稍微做練習 那下一個禮拜 我們就要再來看那個第五個單元 又 比這個更快 一鍵完成查詢所有的 看你要什麼業務 一下全部都查完了 批次的 所以下個禮拜是在今天的基礎之上 延伸出去 可以更快速 不過更快速 可能要把今天的東西先讓手 下個禮拜的部分 可能才有辦法銜接 OK 所以請各位 回去的話 再花一點時間 好